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大乘佛教是为什么兴起的 我们说过在布派的后期 大乘运动兴起了 但是它为什么兴起 到底是什么背景 什么样的思想条件 让大乘佛教在佛灭后五百年兴起了 如果按佛陀的法运说 五百年正法五百年相法 那大乘佛教这一阶段属于相法 那这个相法是怎么兴起的 当然了现在我们不说 现在把正法推到一千年 所以大乘佛教也归在正法里了 就是说它兴起的条件是什么 其实大乘佛教的兴起 它并非偶然 它是有其发生的必然条件 就是说它有发生的外在 我们说必然呢 要有外因 要有内因 对吧 要有关键之因 那首先什么是它的外因 我们看当时印度的历史情况 孔雀王朝灭亡以后 印度就出于乱世了 对吧 整个马上就接着三四个 这个小朝代 从训前王朝开始 不同种族 不同的宗教 都进入了印度此大陆 聚在一起 冲突不断 连年征战 这种局面数百年之久 对各族人民来说 应该说有两百多年 对各族人民都是巨大的灾难 佛教有四个流派 社会只要一动荡 社会只要一乱 兴起的一定是般若学 这点跟中国是一致的 印度也一样 因此当这个社会动荡的时候 提倡 众生同体 众生同体大悲 普度众生 这种佛教观念 就是大乘佛教的出现 可以说事实其实 立刻受到欢迎 而当时印度的 不光是国家分裂 土地分裂 它的宗教也分裂 尤其是佛教 它分裂极其严重 部派众多 大部派二十余派 小众派无数 用我们中国的话讲 天下是 三国演义上来就说 合就必分 分就必合 大乘佛教 它的思想源头 最初兴起在南印度 安达罗地区 然后又在西北 印度繁荣 因此 我们说 这两个中心 之所以能兴起 大乘运动 是跟这两个中心 特殊的历史背景 分不开的 我们首先看 大乘运动 最初兴起的 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是什么人 当亚利安人 通过星都库什山 进入印度以后 就把印度的原住民 澳族人 达罗皮图人 都轰到南边去了 就轰入东印和南印 我们说 泰米尔三邦那边 一直是本土人 这些土著民族 对于这种反对对立 反对差别 提倡众生平等 众生皆能成佛的 大乘思想 可以说 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 因为这些土著居民 是处在 种族制度的压迫里 歧视里 对吧 大乘佛教一宣扬 众生平等 都能成佛 所以这种理论 在这里兴起 是具有理论合理性的 同时 在布派佛教时期 整个布派 从佛教理论上讲 被轰到南印度的佛教布派 主要是大众系 与分别说系 而大众系 就是布派佛教中 大乘思想因素 最多的布派 同时 这是本土土著的 本土文化原因 南部南印度 还有重要的教理上的原因 因为 在这个时期 就是我们说 中印度开始灭佛之后 婆罗门教复兴了 作为对佛教的抵抗 婆罗门教的这种复兴 正处在向印度教的 转化过程里 我们说婆罗门教 和印度教是不同的 它处在向印度教 转化的过程里 我们在简明印度史里说过 印度的主流文化阶层 或者正统文化观 一直是废陀文化观 换言之 印度的知识阶层 知识精英 绝大部分都在婆罗门里头 就是说 人家的主流知识分子 是婆罗门 皮诗奴派和师婆派 在中印度 以及南印度发展势头 当时极猛 在婆罗门教 向印度教转化过程中 它的印度教六派哲学 数论派 圣论派 前思维派 都已经开始形成了 完整的学历体系 可以说 在当时的中南印度 外道的理论发展 日趋蓬勃 当时分裂的不派佛教 从理论上对抗外道 已经力不从心了 因此 在佛教教教理上 必须要向完整性 系统性 广深性去发展 可以说 大乘佛教出现在南印度 安达罗地区 不光是跟土著居民的 本土文化有关 它也是在跟教理的竞争中 就是大乘佛教 是佛教在跟婆罗门教的 教理竞争中 自己站出来的 大乘佛教提出的这种 普世性的 普摄性的菩萨型 包括它这种广大 微妙的理论 适合去新崛起的 这些婆罗门外道 争取教重的方式 可以说 从教理的角度上讲 大乘佛教在南印度兴起 是佛教自身要打破 理论危局的一个必然选择 这就是我们说 大乘佛教兴起的两个点 南印度的情况 那西北印呢 它出现在南印之后 立刻转向西北印 为什么就在西北印度 迅速伸根发芽 西北印度 当孔雀帝国消亡之后 外族竞向动场 我们简明 印度实力讲过 至少四个外族 曾经在这里建立政权 然后呢 轮流坐庄 直到贵双王朝 才有稳定的局面 因此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 西北印度人民身处战乱 颠沛流 不光是颠沛流离啊 随时要死 所以说 大乘佛教 提出的佛陀这种慈悲救世 普渡众生 拔救众生于危难的思想 无疑是这些身处战乱中 人民灵魂深处的福音 同时 西北印度人种极为复杂 中亚多个人种进来 包括燕人 达人 塞人 粤之人 他带来的宗教类型也极其复杂 索罗亚斯德教 土著宗教 这样 贵双王朝 这个外来民族 要在这里建立稳固的政权统治 必须提出一个新兴的 超越宗教差别的 或者说新宗教 统设广大 进行意识形态的指导工作 这是政权的必然需要 因此 大乘佛教兴起 从南印度传到西北印 立刻就在这里繁荣 有其社会现实需求 就是老百姓的内心呼吁 有其政治需求 就是政权需要一个 超越型的宗教 做意识形态的指导 因此在西北印 大乘佛教 很快就形成了主流 成为主要宗教 我们说当时还有不排宗教 但是大乘佛教的影响力 迅速就排到了第一 所以说大乘佛教 在南印度和西北印度兴起 有跟婆罗门教理论竞争的原因 有社会的老百姓内心的 这种需求原因 有统治者政治格局需要的原因 但这些都是外因 这些外因必不可少 但是外因还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那么大乘佛教的兴起 是哪种内因呢 是一种隐秘的内因 这种隐秘的内因 在几百年内 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发生着 当然它跟社会原因 是相互关联的 这是什么 就是对佛陀的追忆 对佛陀的崇拜 正与日俱增 佛陀离世已久 对他的思念和追忆 与日俱增 他是通过舍利 遗物遗迹 以及见佛塔 崇拜来表达的 这种崇拜和追忆 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反而越来越强烈 这是因为社会越来越动荡 然后就追忆佛陀那个年代 这在大乘佛教兴起中 是有直接体现 在这一个阶段里头 佛教文学 就我们说佛教四框架的最后一个 佛教文学这种形式 激发了老百姓 对佛陀功德的崇敬与追忆 因为佛弟子在这几百年里 大量编撰了佛陀的本身故事 就是佛陀的本身故事 辟喻因缘故事 演绎了佛陀在过去多世 以菩萨身度化众生的事迹 显扬了菩萨这种种种 慈悲救世的无上功德 这样在乱世里 就激发起信众 对佛陀这种慈悲救世功德的 宠敬与信仰 同时我们说 佛教宗教四框架的第四个 就佛教文化 它是几支 佛教文学是一支 这是最有力量的一支 还有一支是佛教艺术 佛教艺术第一次 大规模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这个阶段里承担了宣教义务 宣教任务 它通过壁画雕塑 反映佛陀的形象 使佛陀的形象 深入到老百姓的心中去 唤起了人们对佛陀的广泛追忆 所以当大乘佛教 以一个全新的形象站出来 慈悲救世圆满这种教说 立刻就引起了印度社会的广泛响应 而且这就像欧洲一样 基督教盖宏伟的教堂 然后美第奇家族去捐这些 这教堂建筑雕塑艺术 你一进去就会感受到这种前 就前进与这个严肃的气氛 这就是我们说 大乘佛教兴起的外在社会原因 与内在的文化原因 但是这个后世史家分析这个阶段 说大乘佛教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兴起 抽离出一个生产利益生产关系的原因 这是我们分析 就是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以及文化原因 然后维吾史家 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分析逻辑 他的分析逻辑是生产力的进步原因 这个分析我给大家一说 大家可以一听 听听就算 对不对就这么说着 因为这是学界的一个意见 在孔雀王朝灭亡以后 这个阶段印度的生产力发展非常的快 种性制度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简明印度史里讲过 就是出现了40多个大型的亚种性 什么意思呢 社会新阶层出现了 特别是肺蛇种性分化出来了 肺蛇种性分化成了 分化出一批非常有钱的人 成为商人高利贷者富裕起来了 这些商人高利贷者富裕起来的之后 他们进入了社会的上层 佛经理馆这些人叫长者 那这些就作为新兴的富裕市民阶层 这有点像欧洲崛起的美第奇家族 当他们崛起了之后 他们就呼吁一种新的宗教思想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有钱了 他就要有社会地位 他就要有相应的宗教地位 但是在传统婆罗门教体系里头 是不可能给予你其经济地位相称的 社会地位承认的 换言之 你有钱了 马云给你荣誉称号就完了 我们再给你社会地位 一般的社会地位就完了 你还想要政治地位 你还想要宗教地位 这事就没得说了 红二代才有社会地位 你普通人你有钱 顶多是荣誉称号 我对钱没有兴趣 这些有钱的长者是不服的 有钱就要有地位 有钱不光要有社会地位 他还要有宗教地位 因此婆罗门教就不是他们的选择 佛教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 因此在大乘佛教运动的兴起过程中 费舍阶层的有钱人 富裕市民阶层 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 这一点我们要提前说明 大乘佛教的兴起 不是由出家僧人推动的 是由在家人推动 这一点重要的证明 就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 维摩节所说经 维摩节就相当于一个大妇人 相当于这个挣了一个亿 小case的 顺应了这当时的 大乘佛教兴起的历史状况 大乘佛教兴起的